大家好 我是蓝蓝 现在是中午一点 给我妈吃完中午饭 我出来溜弯 顺便给我妈拿药 我走了差不多四五站地 到中日友好医院了 给她拿点直关节炎的药 我这帽子有人说戴着不好看 这帽子不是我的 我剪人家呢 这眼镜是剪我们家老二的 他买了也不戴在那扔着 然后这件外衣也是 我们老二不要了 给他爸了 他爸不穿我就穿 我穿他们谁的衣服都行 我也懒得买衣服 省得出去买了 拿起来就穿多省事 你看 是不是咱穿什么都好看 中午街上人不多 也不是开门的那个医院 都有一串看了 带你们看看 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 天呐怎么没人 是在这挂号吗 怎么没人啊 新建病例 挂号在哪啊 哦 谢谢 二楼走错地儿了 哎 我不喜欢在网上挂号 看看今天北京天多蓝 二楼从这电梯上去 挂号 请选择您要使用的证件 医保患者 请点击选择社会保障卡 或者医保电子凭证 非医保患者 请点击身份证 或者门诊就诊条码 社保卡 是不是对的 请根据动画提示 将社保卡插入读卡器 并保持直到读卡完成 操作过程中请勿将社保卡发出 五号了 哎呦妈呦 到21号了 不行得加个号去看来 这是特虚啊 现在我来这里需要 这是药房 西药房 需要了 回家 今天周末 显然医院人不是很多 要平常 这人可多了 大家好 我是蓝蓝 从医院回来把我累的 倒头就睡 现在睡点觉了 哎呀我就开始回忆 我在医院哈 真是一波三折 跟大家唠唠嗑 因为呢 今天不是周末吗 就我挂号的时候 很多都没有号了 现在可能上医院 你都要提前在网上预约哈 但是我妈的药 突然就发现没有了 那我就没办法 我说那让医生给我加号吧 因为以前这个药呢 也都是我拿 我就挂了一个中医风湿科 因为它是治类风湿的 结果我挂了以后呢 我没挂 我说我找一个医生给我开 就是加一个号 我就敲门 后来一个医生就出来了 说怎么了 我说您给我加一个号 给我妈开点药 他说行 他说你开什么药 我说开这个 治关节炎的这个药名 我就说了 他说这个药 现在是自负的 他说就是不走医保 你要自费 哎我说不会呀 我说拿了这么多年了 怎么可能啊 我这药多少钱呀 他告诉二百一 后来他说那个 我们这药自费都好几年了 你不知道啊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几个月之前 我还来拿走的医保呢 他说那哪个医生给你开的呀 我说 他说要不然你 到时候再来 还找那个医生 我说那过去好几个月 我哪知道哪个医生啊 我说要不然您从电脑里 给我查查 结果他一查 他说哦 是卢主任 那你还找卢主任吧 我说我也不知道哪个卢主任 是吧 我就挂一个号 那是他 他给我开了 我就走了 我还分什么卢主任 王主任 他说你上次挂的是中医科 我这个是西医 要不然你去中医 再挂一号 试一下 我说行 我就又挂了一个中医的 那封师科 然后呢 正好呢 有一个 我就推门进去了 我说您给我加一号 他也没有号 后来有一个院长 坐在那呢 支班他今天 他说你前面还有十多个人 那你就得等 他们都看完了 我说行 等我挂完号 门口一人没有 因为我中午去的 又加上周末 后来我就敲门 我说大夫哈 没人就我一人外边 他说那你进来吧 你赶紧开吧 开药的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大夫这个药 是走医保吗 他说是走医保 我也没多说 我就赶紧的去拿药 二百一 我就花了二十一块钱 所以我就不明白哈 同样的药 在同样的医院开 就是在不同的科室 怎么就一个自费 一个走医保 你看 差了将近小二百块钱 搞不懂 这是为什么哈 真是很多收费呀 很多费用 咱们不太清楚哈 不太明白 所以哈 您以后再去医院呀 可是你说这怎么问呀 什么中医西医呀 这搞不清楚 就这么一经过 回来我跟我妈聊天 还说呢 妈说这药原来就三十多块钱 这是后涨的 涨到二百一了 我说要是您去 或者别人不懂的 或者说 碍于面子不好意思的 可能也就 那医保改了 自费就自费吧 我就多了一句嘴 所以咱们看命 如果有什么疑问 哈 包括给咱们开的药啊 价钱呀 都看看 要不然无形中啊 咱就有损失这么多钱 老百姓能有多少钱呀 是不是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 咱们 好